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疾病它具体的一定是症跟状 那衰老一定是代表什么 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那也许你们会问 那西医呢 西医难道没有病因吗 它病因 因为我们一路坐下来 因此有一个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西医没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概念 它没有这个 那没有这个很明显 它所指的即便是病名或病因 都是指果 而非因 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可感可见 使疾病与衰老指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 则是所有症状与异常的抽象代名词 症状可在细分为症与状 其中症指不适感 包括功能紊乱 即体力虚弱 症状指体表组织受损 而症与状同异常一样 都不会产生其他症状 历来的习惯 不论是症或状 都一概统称为症状 但两者常有不同的体伤来源 至于异常 亦可在细分为 异常形态与异常指数 异常形态指目视首处可变 但还未达到 状的体表组织受损程度的 非正常形态 以及仪器检测出来的 体内非正常形态 异常指数 指仪器检测出来的 非正常指数 他们既非症也非状 也不会导致其他症状 故非疾病 异于疾病无因果关系 这里谈的异常就是衰老 前面谈的是疾病 这里很明显我是要表达的 就是什么是衰老 衰老就是一个异常 那异常细分为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 比如说我脸皮皱是老 那这个老为什么不是病呢 因为他只是怎么样 一个异常形态而已 而没有达到怎么样 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他没有破皮流血 所以你不能说他是疾病 那很显然 异常形态不是疾病 就是他没有达到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那但是他的形态 很明显就是衰老的一个形态 这个是眼睛看得到的 甚至摸得到都可以感受出来 但现在仪器出来了 也就是吸出来 他借助科学仪器 他不只看到体表的 连体内的异常形态 也让你们看到了 那这些异常形态指的是什么 后面会在系列 所以我这里就不再说了 那这些检测出来的异常形态 也是属于老化的一个现象 那还有一期检测出来 不只形态 他还会检查出 随着年纪不同 然后很多讯号也会改变 这些异常指数 我们称为异常指数 包括后面也会响咧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就不再细说 但是这些检测出来的 异常形态也好 或异常指数也好 他既没有症的不适感 或体力虚弱 也没有状的组织受损 那很显然 他跟疾病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 不是症就是状 因为疾病具体的发生 一定是症或状 那显然他都没有 那不能跟疾病怎么样 有任何牵扯 所以他跟疾病 无任何因果关系 好 那紧接着下来 我们又要把疾病的症状 再详列 因为我早上已经讲过 中医最大的精华 就是要解决疾病 因为医学就是要解决疾病 那疾病具体发生在身上 不怪就是什么 症或状 所以简单讲 中医就是要解决我们身体的 不是症就是状 只是他没有细分 我们那么详细 然后划分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后面 现在要展开来谈